欢迎来到他乡明月 听三小姐给你讲述一个真实的美国 嗨,那我是你的亲人和朋友 你最近好吗? 我是三小姐小黎 最近啊,天气越来越暖和 开始进入了一年当中最美的季节 真正是阳春三月鸟语花香 我家门前的樱花和梨花 一夜之间,开了满树的花 我忍不住天天出去走路赏花 当然要说的樱花呢 美国首都DC潮西湖的樱花 这个周末正是高峰期 天天有近百万的人来赏花 我们当然也去了 可惜去的时候,完全找不到停车位 没办法就转到另外一个 也是以樱花著名的小区去看花 那个小区呢叫Kingwood 是一个富豪住宅区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初吧 开发商呢,为了吸引买主 就在那儿种下了大量的樱花 现在呢,那个区已经有超过一千两百棵樱花树 差不多是潮西湖的三分之一左右 每年到了这个季节 也就成了不亚于潮西湖的美景 尤其呢,它的花期是比潮西湖晚个三四天 所以如果你来晚了 没有看到那边的圣景 就可以到这边去迷不遗憾 它的特殊不仅仅在于樱花很美 而且呢,你可以看到各种风格的房子 大房子,对,就是我们常说的豪宅 那儿的房子呀,一百万美金起步 痛哲就是几百上千万 今儿我们一路走,一路赏花 一路看各种,掩映在花海里的房子 我老公就不由他开开说 这简直就是传说中的桃花园啊 人间美景不过如此 是真的,在这个季节 真是美得更鲜近似的 今儿呢,下着小雨 倒也不用打伞 慢慢地在雨中散步 看着那个坠满了雨滴的花朵 更加让人联系 雨中的樱花你别说 真的是别有一番风味 我拍了照片,好,咱们搞令你去看 不过这儿看樱花呢 也有一个问题就是 不许在路边停车 也没有parking meter 就是路边那种投硬币 就可以停车的计时器 因为人家那儿不还就是住宅区嘛 不过呢,说到parking meter 就让我想起了25分硬币 因为这种计时器 往往都是需要投25分硬币的嘛 所以呢,我刚才说樱花这段话 其实就是一个引子 我今儿之正想聊的 是美国非常有特色的一种钱 那就是我刚说的25分硬币 我自己呢,作为一个外国人 到美国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认钱 你知道美元和人民币是不一样的吗 除了面值 美元都是绿色的 大小也都一样 所以你乍一看 一美元、十美元和一百美元的纸币 就没什么区别 很容易就搞混 好在 阿拉伯数字呢 是在全世界通用的 你只要细心就不会出错 可是硬币就不一样了 在国内呢 当时用惯了一分、二分、五分、一角和一块等 到了美国呢 它突然冒出来了一个25分硬币 一下子就反应不过来 偏偏呢 那种硬币才是日常生活当中用的最多的 比如说洗衣机、烘干机 临时停车的这种寄费器 自动的收货机、收费站、洗车、吸尘等等吧 都用得到 这也就是今儿为什么我们去看花 想到收费的这个停车、计时器、meter 就想到这种25分硬币的原因 这种硬币呢 英文叫做quarter quarter的本意呢是四分之一 这里当然是指四分之一美元 就是25美元就是25美分的意思 它呢比国内的五分钱略微大一点 跟九瓶的盖子差不多大 在美国呢 quarter发行得很早 前前后后好像有六批 最早的一批是1796年铸造的 最新的一批是2022年才开始发行的 它的设计呢 正面除了国家的名字和面值 都是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的头像 和两句话 一句是Liberty 意思是自由 这是所谓的美国精神嘛 另一句是In God We Trust 我们信仰上帝 因为美国是一个宗教气氛 还比较浓的国家 大多数人呢都信基督教的 这句话其实不光是在quarter上 在纸币上也是有的 那它的背面呢 不同的版本 设计就各不相同了 最早的一批呢 背面是一头鹰 我猜应该是美国的国鸟 白头鹰吧 那也是最常见的quarter 不过我今儿想说的呢 是一版代表50个州的州quarter 州quarter呢是由克林顿总统签署 在1999年开始发行的 它呢是按照各州加入联邦的顺序 每年发行五个州的 也就是五枚 到2009年才全部发行完毕 第一个是特拉华州 最后一个是夏利宜州 这种quarter的正面呢 还是华盛顿总统的图像 但是背面呢 就是代表各个州 独特的历史 地理 传统 资源 或者名人吧 它那个背面图案的设计呢 是由各州自行决定的 因为这个 当时韩掀起了一场民间的设计大赛 反是想参与的人 都可以提交自己的设计 然后呢 由州政府评选出最好的一个 最后呢 由各州的州长和财政部审批 然后定案 发行这套quarter的目的呢 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 让年轻一代了解各州的人文历史 等等吧 我想他们的目的是达到了的 不光是美国本土的年轻人 就连我们这样的外国人 也通过使用这种硬币 很直观地了解了那个州 最具有代表的特色 我自己呢 最感兴趣而且收藏过的 就是这种州quarter 那时候我们刚到美国没多久 其实我们刚到美国的时候 并不知道克里顿总统签署过那个议案 也没有注意过quarter的差别 也不知道哪一天吧 闲来无聊 心血来潮 拿起盒子里的那个硬币 一个一个翻着看 才发现quarter的图案 居然是不一样的 我还记得当时发现的第一个州quarter 是康涅狄格州的 图案呢简洁明了 是立在半段矮墙前面的一棵 枝叶繁茂的大树 虽然我当时首先想到的是 魏维唱过的那首歌 好大一棵树 绿色的珠福 但是呢我还是直觉 这棵树一定是与 宪章 政治 革命 等这些字眼 联系在一起的 应该是有极其特殊的意义的 因为它的文字是 the charter arc chart就是宪章的意思嘛 后来我去查了资料 果然不出所料 据说1687年的秋天 当时的阴王派人解散 康涅狄格政府 双方代表在激烈辩论的时候 他这个康涅狄格宪章 就放在谈判桌上 可是忽然蜡烛灭了 当人们把蜡烛重新点亮之后 却发现宪章 奇怪的消失了 那他们的变弄呢 也就只好到此为止 康涅狄格政府呢 也因此保留了下来 原来啊 宪章呢 是被一个叫做 约瑟夫瓦子沃斯的船长 悄悄地拉走 藏在了一棵巨大的 白橡树的树洞里 那棵橡树呢 当时已经有了几百年的历史 从那以后呢 康州的人就把那棵橡树 作为本州的标志 虽然哈 一百多年以后 一场大风暴 吹倒了那棵现状橡树 但是在康州人的心里 那棵树是 与世长存的 所以呢 也就 没有任何正义的 成了本州quarter上的图案 那是第一个 我自己开始传的quarter 也是我自己最喜欢的设计之一 从那时候起 我就存心开始赞quarter 当时呢 我雄心勃勃 计划给爸妈 婆婆 侄儿 侄女 外甥 兄弟姐妹 还有闺蜜 各传一套 我自己当然还要留一套嘛 夹着一算 至少需要三十多套 我老公当时一听就笑了说 你不如连一分五分 十分还有一元的 都夹进去 才算圆满啊 回国的时候 咱得给你的这些硬币 专门云出一个旅行箱吧 我一听也乐了 就想先攒一套试试看 接下来的那几天啊 我简直是 像着了魔 买东西的时候呢 总是抢着付现金 就是为了在找回来的零钱里翻quarter呀 而且到别人家去串门 一坐下 就先为人家 存不存quarter 若是碰上有相同兴趣的 必定把人家的收藏都翻出来 一个一个摆在桌上 键上 顺便呢 互通有无嘛 甚至我还会打电话 给外周的朋友 让人家帮忙收集在那个地方出现的quarter 就这样 其实每一几天 我就有了十几枚 不同的猪的quarter 可是很快我就发现 每次我满怀信心的翻看这个quarter的时候 就发现都是重复的 然后我就明白 当时也就那十几枚了 新的还没出呢 所以呢 就又开始等嘛 反正呢 后来每得到一颗新的quarter 都是一个很大的惊喜 我呢会反反复复的拿出来看 也忍不住去查 他那个图案的意思 和后面的故事 现在呢 50个州的quarter已经出奇了 把他们一个一个摆在桌上 你就会发现 这些quarter的设计呢 主要是分六大位 第一就是政治世界 比如说新泽西州的 华盛顿渡过特拉华河 康涅狄克州的宪章像树 我刚说过的 马萨竹塞州的民兵雕像等等吧 都反映了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 著名的世界 以及相关的一些主题吧 第二类呢 是历史名人 这些名人呢 有的是世界著名的 比如说 伊利诺州 就是著名的费奴总统林肯 阿拉巴马州呢 是著名的盲人女作家和教育家 海龙凯勒 那有的是外国人不一定知道 但是美国人呢 是耳熟能详的 比如说 特拉华州是不顾身怀绝症 骑马赶赴费城 投了美国独立第一票的凯撒罗德尼 和加州 美国早期的环保运动的领袖 约翰 这个里面呢 我最喜欢的是 骑马的凯撒罗德尼 对 是骑马 那时候还没有汽车呢 他当年呢 骑马赶到费城 代表特拉华州第一个 加入联邦 又参与了独立宣言的签署 后来他一直是特拉华州的州长 那枚夸特的设计特别有动感 骑手的身子既脚健又充满了力量 我特别喜欢 第三类呢 就是地理和特产 这一类是最多的 图案的设计呢 大多数也都是非常的复杂 繁琐 信息量很大 比如华盛顿州的鲑鱼和瑞尼尔山 科罗拉多州的洛杉矶 内布拉斯加州的烟村石 内华达州的野马和沙埃树 坎萨斯州的绝美的野牛和向日葵 阿肯瑟州的钻石稻米和野鸭子 尼西西比州盛开的木兰花 冯蒙特州的枫树和收枫枝的桶 西英海布什尔州的老人岩 阿拉斯加州的北极熊 莱安达克他州的雕游总统头像的 纳什摩尔山 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 俄勒港州的火山口公园 还有肯塔基州的牧场和种马 等等吧 第四类呢 是当地具有标志性的建筑 比如说纽约州的自由女神像 马里兰州的州议会大厦 据说它是美国最大的没有钉子的结构的建筑 还有罗德岛州的佩尔大桥 棉伊州的佩马奎特灯塔 还有佛吉尼亚州的新河谷大桥 第五类呢 就是音乐和体育 这个呢 是非常有特色的 比如说 路易斯安达州的爵士乐喇叭和跳跃的音符 田纳西州的小提琴 喇叭吉他和乐部 怀俄民州的牛仔和野马 还有印第安达州的赛车 第六类呢 是科技和教育 比如犹他州首次贯通的越州铁路 爱哈华州的校舍老师和学生 俄亥俄州的怀特飞机和太空人 北卡罗莱纳州的怀特兄弟和怀特飞机 等等吧 说到这儿 你刚才是不是觉得我说错了 为什么俄亥俄和北卡都说了怀特飞机 你没听错 我也没说错 是这两个州都觉得 他们才是怀特飞机的故乡 因为怀特兄弟中的弟弟是出生在俄亥俄的 而且他们都是在俄亥俄长大的 但是后来呢 他们发明的飞机 却是在北卡试飞和实验的 所以呢 两边才都抢嘛 为了这个归属权 打了两百多年的口水仗了 各不相让 到现在还在抢 不过 俄亥俄 Qualt上的那个宇航员 虽然没有脸 但大家一定都会想到 出生在那里的阿姆斯特朗 他呢 作为美国第一个登上月球 并且说了那句文明全球的话 这是个人的一小步 更是人类的一大步 所以 俄亥俄Qualt上的文字就是 航空先锋的诞生地 我们呢 到美国的第一站 就在俄亥俄 现在想起来 对那里还是很有感情的 那这些Qualt呢 就图案的设计而言 我自己最喜欢的几个呢 都是简洁大方的 比如说 康州的大象树 淮俄明州的牛仔和野马 北达克达州的草原和野牛 和棉衣州的灯塔 这几个呢 既没有州地图作为背景 又没有繁杂的那些主题吧 图案呢 和文字相辅相成 一目了然 一看就懂 就算 你不知道其中的历史背景和故事 那也不要紧 一般而言呢 除了极少数的 每周这个周Qualt上都有文字 用来说明 它这个图案啊 或者它本周的特色 比如说密西根州的是 Great Lake State 就是大湖之州 因为它就在五大湖的边上 内华达州等的是 Silver State 白银之州 因为那里盛产白银 当然也有刻了 他们本周的明眼的 比如说 密西法尼亚州的信条是 美德自由独立 而佐治亚州则是 智慧正义中央等等 不过就文字而言 我自己最喜欢的 是新汉布什尔州的 Love Free or Die 不自由勿逆死 但是文字和图案结合起来 我自己最喜欢的呢 是肯塔基州的那一个 当然不是因为 我喜欢吃快餐肯德基 虽然它也是 肯塔基州 最具有影响力的招牌之一吧 我喜欢这个Quarter 是因为它的设计很有美 远景呢 是三层高的州政府大厦 连着联邦山 近景呢 是长长的木兰 和一匹 平兰眺望的骏马 肯塔基呢 它本来就是在中部平原上 尤其呢 是以两种的赛马文明 它那举办的赛马 是美国 甚至全世界 最著名的赛马比赛之一 所以呢 当我看到 那一枚Quarter的第一眼 就会想到辽阔的草原 和奔驰的马群 那幅情景 就让我想起 习慕容 有一首诗里面所说的 我原本 该是牧羊的姑娘 我爱的男儿 骑着马来时 会看见 我的红裙飞扬 它这个硬币的蚊子 我也特别喜欢 是世界名曲 也是他们本周周歌的 《我的肯塔基故乡》中的一句 My old Kentucky home 这首歌的作者是 著名的美国民歌之父 史蒂芬·克林·夫斯特 他呢 是生活在美国 南北朝战争期间 对黑人的生活 充满了同情 写下了很多 筷子人口的黑人歌曲 这首歌就是其中之一 歌曲的旋律是 特别忧伤抒情的 充满了对家乡的思念 这期节目的背景音乐 就是这首歌 对了我顺便在这提一句 他的另外一首歌 也是广为传唱的 叫《故乡的亲人》 Old Fox and Home 也是被佛罗里达州 选成了州歌 虽然并没有刻在硬币上 但是这在美国也是 绝无仅有的 我前面刚说了 这批州Qualtas是从 1999年到2009年 历时10年才发行结束的 现在当然是有成套来卖的 书店里有卖的那种 传Qualtas的册子 有的呢 像一本打开的书 有的是一幅立体的 美国地图 可以把各州的Qualtas 镶到各州的那个位置上去 不过我自己呢 还是宁愿一个一个地去传 为的呢 就是那份寻寻觅觅觅的快乐 还有意外获得新硬币时候的 那种惊喜 所以每一枚新的Qualtas 除了他自己的故事 又有了我收集时候的故事 不也是一件很开心的事吧 不过说实话 自己船是挺难的 有时候就差一两个Qualtas 死活凑不起 记得那年我回国吧 给几个小一辈的人 一人传了一本 费了很多力气 甚至跑到银行去换 可是银行的Qualtas是随机装的 换个一百块钱的硬币 也未见得找得到 自己想要的那一个 到现在我还记得 所有的二十五分一币当中 最难传的是德州的 总共就找到了很有限的几个 到现在我自己的那一套 还缺一枚德州的呢 我刚开始提到过 说Qualtas有好几个版本 比如说在这个 周Qualtas的系列之后 又推出了五十个州的 美丽公园系列 前年刚发行完毕 那去年呢 又开始了美国知名女性的系列 第一批发行的五个Qualtas里面 居然有一个叫 黄柳霜的华裔女演员 说实话 我以前还真的 没听说过她的名字 从来没有看过她的戏 以后有时间了去找找看 这两天呢 我正好在给学生 交有关钱的主题 侵涉到美元 人民币和台币 我就给她们看 我收集的不同面值的 真的人民币和台币 是真的钱哦 有纸币也有硬币 然后呢 让她们和美元比较 加深印象嘛 当时呢 我也提到这个 二十五分硬币的特殊性 你看在不同的国家 钱的设计上 当然是不一样的 就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我们也会遇到 各种各样的人嘛 都想和自己看齐 是不可能的 只有求同从异 互相包容 才是王道 相对的呢 也正是因为这些差异性 才让我们的世界 更加的丰富多彩 充满了魅力 你说呢 说到这儿啊 唠叨了这么长时间 这期关于美国 特殊的二十五分硬币的节目 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把相关的照片呢 都放在文稿里 你去看 谢谢你 一直以来的陪伴和聆听 也谢谢你 有感而发的每一个留言 点赞 评价和分享 最后 祝你的生活 就像这春天 繁花似锦 也像这二十五分硬币 独具一格 好 咱们下个周末再见 拜拜 咱们下个周末再见 谢谢大家